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星期的原住民新聞雜誌 關心原住民族的教育 這個月我們從語言 偏鄉師資 數位落差 民族教育 幾個角度來談原住民的教育問題 而偏鄉國小長期面臨的是 兼代課比率過高 學生甚至有將近一半的課程 都是由兼代課教師來上的 但是卻礙於教師法的規定 代課教師每年一聘 學生幾乎每年都要適應新的老師 而學生的受教權間接地受到影響 大多教師不願意前往離家遠的學校 來就職 更別說要花上半天的時間 才能到達的三區學校 就算有代課教師為了工作 不得不屈就於離家遠的工作環境 除了少數幾位真的很喜歡 偏遠地區的生態環境的教師 大多士還是會選擇 每年請調到平地就職 代課教師的教育私資 都市與偏鄉面臨了不同的挑戰 都市學校容易遇到超額教師的問題 而在偏鄉學校則是教師流動率高 我們的記者傻運跟張家瑋 在臺中市和平區的離山 要為你來剖析的是山區的教育現況 我叫 我叫劉竹 然後我是聖明 然後我換了三個老師 國中我換了兩個老師 就是七年級跟八年級就各一個 每次有新的老師 我都得花十一天去適應他的教法 我今天在訓練時 我哪個老師 我提到 我都有 processor though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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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爆發 天還沒有亮 這一群環山部落的孩子 星辰六點就坐在部落商店門前 等待公車 今天是開學的第一天 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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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拔兩千零一十二公尺的 台中市和平區雷山國中小學 是台灣目前最高的學校 全校兩百五十位的學生當中 原住民學生就佔了一半 而放完春假之後 老師學生也必須收拾放假的心情 投入教學與課業 不過有些班級 在新學期當中 可能還必須適應新的老師 和新的教學方式 去年我第一次要考大學老師 然後我考的經驗很慘 我考了四十七間學校 幾乎創幾乎 因為我去每次面試 他們都說表現很好 但是都會補一句 你表現很好可惜 沒有教師經驗 所以就不予錄取 就這樣一直跑跑的四十幾件 然後到八月底 要開學的時候才考上禮山 然後才到禮山來 上山真的很辛苦 像昨天我們就花了十個小時 來上山 又普里上不來又繞宜蘭 會上山是因為 我答應過小孩說 如果我考了回來 我一定會回來 其實之前有師志班培育很多老師 很多大學都開了很多的學程 然後還有之前教育就是多元培育老師 所以一下子瞬間爆量了很多有教師證的老師 那相對的剛好遇到學生數額開始減少 大家不生小孩少子化的問題 所以相對的老師爆量的情況下 學生卻變少了 變成功過於求 那正式老師只要退休業 因為他們都還很年輕 所以相對的我們只能考大學老師 那有大部分的人是沒有工作的 所以他們變成在社會上流浪 他們要去做其他轉業的動作 或是到補習班去 那有些人就可能是開始蹲補習班 準備來年的考試 對 就開始到處漂泊 到處流浪 像我們的聘級算是一年一聘 但是我們每到七八月 我們就沒有工作了 就沒有薪水 然後有的縣市 今年就很多縣市 是連寒假都不給薪的 甚至於每個月的假日也不給薪 就變成是一個月只給二十天的薪水 所以就變成相對不保障 就好像流浪一樣 天鄉地區老師流動率高 不只是因為交通 或是薪資過低所造成 最根究底 是正式老師取餓太少 不僅導致流浪教師過多 使得學校只能透過每年公開招考代理老師 而代理老師規定只能一年一聘 也不保證這些老師明年會再度考上同一個學校 當然就很難把老師繼續留在身上 其實我們老師比較難找最重要的是交通 可能我們真的地處比較偏遠 所以老師在考慮這個交通上面 這個是一項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們在找老師的時候 從一招二招 所謂的一招就是第一招就是正式老師 那第一招完全沒有人報名 到第二招只要有修教育學程就可以來報名 一般我們學校都要用到第三招 第三招就是只要一般大學學歷就可以了 這個是在招聘的困難 所以在代理老師其實在招聘上也是有它的難度 但是近幾年有一點改善就是說 因為超額老師比較多了 超額老師比較多 所以會比較有一些老師比較願意上來 但是上來的比例上面就是會願意一直留在這邊 我們也不敢保證說每年都讓你留下來 因為每年都還是要繼續考 對 所以這個代理老師就會 就會那個流動率當然就會每年就會 有時候就會換一些老師 換一批老師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在招老師上面會比較困擾的 曾校長也說到去年九月開學 一次就換了十多位老師 即使在偏鄉學校找到了老師 但也會因為不是本地人 所以不論是正式老師或是代理老師 想要繼續留下來教書的意願其實並不大 因為我自己本身自小的那個經歷就是 我原本就是很想要當老師 那然後再來我就是有一個使命 就是說要回部落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因為我希望就是以我自己的一個經驗 去教育自己的部落孩子 告訴他們說他們也可以這個樣子 他們也可以這麼做 然後所以我其實還是 就是可能在這邊兩三年之後 我還是會希望回到屏東自己的部落 去教育自己的族人這樣子 連都市都難尋代理老師 更何況是山區的學校 有時候甚至到三招四招 都還沒有老師來報考 這時候校方就會到處打電話 請人來考試 因此像李文盛希望能夠繼續待在山上 教學的老師並不多 剛考上的時候就有人問說 為什麼山上這麼不方便 為什麼不在家裡 因為我考上單去學校 我家用走就可以到了 但是因為我當兵就在信義鄉當兵 我已經習慣山區的生活了 然後山區的小朋友其實很質樸 跟山下比不一樣 就是山下很聰明很精明 山上比較質樸 然後他們老師一直換的話 我就覺得這樣對他們真的不好 對學生來說 如果每一年都要換新老師 無論是課業上或是情感上 都必須重新來過 都必須重新來過 那時候我去公集的時候 然後就教完一年的時候 然後老師就走了 然後那時候會很捨不得 因為一年必須重新來過 每次有新的老師 我都得花十天去審議他的教法 我覺得還是三年一年 一直陪伴成一天 因為這樣你不用一直從一去審議 然後你自己也可以 老師也可以教得更市民 不用一直畫 要又要審議 很麻煩 而另一方面 因為法令限制正式老師的員額比例 所以在無法找到老師上山教書的情況之下 每當有新進老師 校方就會以柔性訴求 說服老師多留個幾年 我進來就是第一天的分發那天 我們就已經到神剛國中去報到 那校長主任都在那邊等我們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這邊 這裡學校 他也告訴我們這個學校的情況 最好就是老師留動力是非常高的 因為這邊很偏僻 然後就是交通也很不便利 所以很難把老師留下來 所以他希望我們每個老師都能夠起碼留兩年 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會希望如果說未來能夠有聘正式老師 那正式老師一進來到我們學校 我們希望就是說至少為了我們的學生的學習的一個連貫性 希望都說至少一個兩年以上的一個服務年限 這是我們一個期望 也會跟老師做一個溝通這樣 那這個都是我們自己校內的一個 一個跟老師的一個默契 那當然法規上面是沒有這樣規定 不只代理老師難找 事實上代課老師的問題也很嚴重 而台中市教育產業工會 對於老師們的工作勞動權也特別的關注 基本上的話代理老師跟代課老師 他都是屬於說在學校裡面 從事教職的一種不是正式的老師 那但是在身分上還是有區別的 因為代理老師的話 他是屬於在編制內有員額的 那但是他並不是正式的長久性的老師 他的期間大概是 都大約是一年期左右 算是代理老師 那如果說代課的話 就有長代跟短代 那代課他基本上是不屬於 員額編制當中的老師 代理老師還有一年聘 那如果代課老師就更問題大了 因為代課老師的話 我們講過有長代短代 各種不同原因的一個代課 那他的代課的待遇其實是很低的 以一個小時是兩百六十元的終點費 那如果說是以一個 與一個正式老師來比的話 我每個禮拜上滿二十節課 然後一個月我可以領到的實際薪資 其實只有兩萬出 那這當中還要致付勞健保的所有有關的一切費用 那所以代課我們說起來真的是廉價勞工 真的是終點費太低了 現在中小學裡頭有相當高比例的代理代課老師 也因為少子化 學校怕面臨到減班的壓力 不敢將正式老師的缺額聘足 所以才保留員額變成要聘請代理老師 如果要減少流浪教室的數量 從長遠來看 除了提高待遇增加老師上山的誘因 在政策上也需要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 希望政府能夠從長遠計畫 對於偏鄉能夠藉由公費的一個教師培育 然後跟他簽約說 如果你畢業以後我給你一個工作 但是這就是偏鄉 你必須要服務其滿 比方說幾年之後 那你才能夠離開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公費制度 可能是我們必須要重新考慮的 我覺得我們希望就是說 還是在招考老師之前 就是那個簡章上面 如果我們偏遠學校可以劃分一個區域 那你就是來考這個偏遠的 那另外一班那你就是考都會區的 我覺得如果這樣分出來之後 我們這種偏遠學校 老師的流動率當然就可以比較緩和 而且一待就是 一待就三年到五年之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可以接受 一般老師應該也可以接受 無論是類似綁約的公費制度 還是提高薪資 再另外劃分天鄉地區來招考老師 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政府要擴充正式老師的編制 讓擁有教師症的優良失之進入教育現場 減少流浪教師的數量 還能保障老師的工作權 以及孩子們的受教權 這或許才是釜底抽薪的最好策略 現階段偏鄉小校面臨到教育資源的落差 也許要花一段時間才能夠改變 不過電腦網路大大的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習慣 也改變了你的生活習慣嗎 民國七十一年 IBM公司引進臺灣第一臺電腦之後 十年之後 個人電腦開始普及 到現在幾乎是人人一臺電腦 網路則是在一九七三年 美國因為戰爭的通訊需求所研發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代 網路才開放給一般民眾來使用 隨著最後一里 也就是長途跋涉的最後一段路程的突破 網路電路機房交換機到用戶電腦間的線路接連 有越來越多的人可以享用到寬頻網路 帶來的便利服務 有了電腦跟網路 讓許多事情變得更簡便了 像是影印 視訊通話 網路購物 或是網路繳費轉帳 而且連醫院網路掛號都可以來使用 交通不便的圓鄉似乎應該更需要電腦 跟網路所提供的服務 但是圓鄉最後一里的距離 始終來得比其他都會區還久 四年前才有寬頻網路的新竹後山部落 這段路走得很漫長 幸福天堂 小小的夢想能成就大聲 只要仰望堅覆的力量 小小的夢想能整天世界 帶來明天地彷彿 驅車在蜿蜒的上路上 翻過層層山巒 我們要前往的地方是堅實的後山 馬里光部落 這裡正進行著一場有趣的競賽活動 婦女們拿著數位相機 在桃花盛開的果園裡取景 小朋友則在電腦教室裡 利用繪圖軟體揮灑彩筆 這是桃樹花開的地上樂章 大陸天靠地 開始 寬寬廟體揮災 在暗雲上修廟體揮災 數位落差所設立的一個具有電腦設備 可以連上網際網路 並提供當地居民資訊能力 訓練機會的場所 參與課程的人 因為部落居民大部分是以中老年人 跟小孩子為主 所以大概年齡大概是在40到55歲 比較多 那小孩子因為幾乎都是住校 所以可能只有在假日之後 才能夠服務到他們 或說才有那個課程是為他們開的 那平常的話就是以這些中老年人 作為主要的服務對象 我們在推廣課程的時候 因為我們部落的農民 大概都是白天都看不到人 對 部落的人是白天看不到人 是晚上才看得到人 所以我們在推動課程當中是有 比較有瓶頸 因為要去叫他們來上課 比較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像如果如果是像如果要白天上課的話 就不太可能 我們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 那基本上這個數位在課程方面呢 主要還是看社區民眾的數位應用的需求 那他們自己會有自己一些概念 那我們是提供一些課程的內容 還有課程題目給他 讓他們可以去挑選適合他們的課程內容 那其他在其他方面就是看社區的一些需求 瓦丹居住在距離馬里光部落 十五分鐘車程的石壘部落 還在就讀博士班的他 聽到部落縮短數位落差的困境 因為我們這裡電腦本來就是沒有很普及 那基本上你看你說家庭 每一家有一台是不可能的 特別是像我們以前有學過跟使用過 大家才會有 那我們這邊的差別 就像石壘跟馬里光是 馬里光有DOC嘛 他會去開辦一些課程 可是你看我們石壘到馬里光遠不遠 很遠 而且他的課程通常都會去 按照部落的生活習慣去設計 在晚上的這個時段 而且部落沒有那個這樣子的資源 沒有辦法去學習 所以你看很多就是我們小朋友 頂多是學學校的 那個一個禮拜 可能一兩節課的時間在玩電腦 那其他回家就沒有機會 我是很羨慕馬里光的老人家 馬里光老人家平均五十歲 他們馬里光部落的那他們會上機 他們不只是透過遊戲去刺激他學習 另外就是他們自己都有部落格 另外最鮮明的現在一件事就是說 他會逗過視訊嘛 可以看到臺北的孩子 他們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他們開設的課程慢慢的影響他們 從打字很很重要 就是早期我們部落的人 我真的看到他們開設過課程的時候 看來學的老人家 連滑鼠都不知道怎麼抓 他那個滑鼠的箭頭對不對 這樣晃著走到很遠 他都不知道 甚至說 救我的老鼠不見了 把他拉回來 那個走到那個箭頭走出去 不知道怎麼拉回來 然後從開機腳 可是我發現看這幾年的過程 三年過程之後 你看他們的婦女 可以自己那個把他們的訊息 迫在他們的部落格 其實我們部落也想要 可是距離真的蠻遠的 連上網際網路 對於身處光世代的你我而言 再簡單也不過 但是對於山區的部落卻很不簡單 山區聚落的最後一里 距離永遠都比都會區來得遠 始終無法申請寬屏網路的馬力汪 終於在四年前設置數位機會中心之後 雖然不是用奔馳的速度 但已經能夠悠遊自在地 漫遊在網海中了 四年前我們這邊的網路 不是很普通 就是可能就是才一戶 就只有學校的單位才有網路 部落要申請網路實在是非常困難 那我們也想盡了很多方法 不管是個人或是說集體來去申請 可是到中華電信的窗口 都始終是沒有辦法申請過 那後來就是因為看到這個計劃 就是教育部的數位城鄉查據 這樣子的計劃之後 我們就想說我們來試試看 看是不是因為透過這樣的計劃 可以讓部落申請網路的這個路 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們也還滿感謝 就是第一次申請就過了 那房市委員他們當初來看查地點的時候 他們也覺得這個地方 是必須要是去設的 這是微波的接收器 就在別的地方可能也看不到 那因為這邊的地理環境的關係 他們沒有辦法拉線 所以就是透過這個微波訊號的發射器 接收器來解決這個網路的問題 我們當初申請是八妹嘛 那八妹對八台電腦來講 如果同時使用其實還好 但是其實 但是如果天氣不好的話 就非常的 怎麼講就是可能沒有辦法到 達到那個地方 那其實天氣好也不可能到八妹 頂多六妹 六妹 七妹 不會 什麼 對啊 我們是微波的 會不會嗎 不快 那個起霧的時候 你怎麼會變快 會那個 起大屋下大雨 它還會有問題 也不可以上線的問題 這邊 這邊 這裡 這裡 好大 剛好不撞 好 那個 要吃嗎 好 謝謝 其實我們部落會使用網路 網路這個平台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部落的年輕人 有沒有回來 那最近這幾年 我們部落的年輕人 都慢慢回來了 尤其是我們青春也是先回來了 所以過去在鄰近的 大湖地區的居住的民眾 也慢慢回來了 所以它的網路的需求 就是越來越大 所以其實年輕人回來的時候 這個網路的需求量大之後 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在平地地區 它使用的網路頻寬 跟在我們原鄉部落 使用的網路頻寬 是有落差的 我們基本上電腦會用很多的用頭 那基本上我在 除了我自己的工作以外 針對部落我會幫部落寫計畫書 那另外還幫部落去 像一些體驗的行程都必須要透過這個 去設計跟對面外面的 那個可能是廠商或者學校 或者那個什麼企業 去談他們的一些行程 另外我們也透過電腦 很重要就是它協助我 去紀錄部落的文史 在這裏面有比較網上的設備 大概就是舊學校嘛 有網路跟影印機 那拍出所不一定會有 那其實對部落的人來講 他們要辦一些事情的時候 那他們必須要準備身份證營運本 或者是護口名簿的營運本 那這些相關的個人資料 他們必須要下山區 那有時候需要的時候 時間點是學校剛好是放假 或者是已經下班了 那也沒有辦法提供服務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要開車下去 至少到最近的監視 才能夠完成這樣子的任務 那Doc當初在這邊 等於是部落裡面 第二個公共的地方 所以當初我們為了要讓部落的人知道說 這邊可以提供的服務有很廣 有時候告訴他們這邊可以營運 可以免費幫他們整理什麼樣的資料這樣子 所以老人家他們就 他們會來這邊的 就是除了上課之外 就是要營運東西 那其實部落的老人家他們 他們所關心就是他們怎麼樣去行銷他們的農產品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去切入讓他們知道說其實網路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賣他們的農產品 所以在三年前我們就開始試試看用這個網路行銷的方式 讓他們知道說原來行銷管道還有另外一個這個 那這個的話是可以是最省力也可以最省錢的方式 那那個消息的傳播率也會更快 幫他們建制了一個訂購平台 然後再經過數位通過讓外界經過這個平台 跟他們去訂購這邊的五月桃 去年成績還不錯 就是說他們這邊的五月桃 他們最重要的產業可以經由這個數位平台去走出去 走出這個部落 讓更多人經過網路可以藉由網路有這個機會 去跟這邊再做一個連結 那可以有機會去行銷 先看嘛 隨便看 試試看嘛 朦朧北也可以啦 朦朧 太朦朧了 朦朧的街 太朦朧了嗎 沒有看到腳 怎麼辦 不要再上半身就好了 上半身就好了 因為只有網路這個 它社區才能夠外界結合 一定要透過網路 否則你學電腦 你沒有什麼其他的更多的一個 你只有在那邊做一些溫柔處理什麼 對社區會對比較沒有凸顯的一個需求 沒辦法就是讓外界 你有達到一種推廣行銷 不管你是社區的產業 或者其他各個方面 你沒有網路 你出不去 人家也看不到你 所以這網路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我們賣菜跟賣農產品 賣水果都一樣 我們都是去高速公路底下對不對 市場的周圍 都是在路邊 夜市的周圍 不能在夜市賣 就是周圍去賣 那這樣子的價格 或者是透過教會的幫忙到醫院 就是教會體制的醫院去賣水蜜桃 可是這樣子的結果他可能出去兩天 他才賣了五十盒 他說最高紀錄賣兩百多盒了在醫院 可是這是他的經驗 就是整個 整個季喔 不是我說一天就說 整個季節他總共賣了兩百五十幾盒 這是我跟李敖的過程 可是他透過網站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透過DOC的資源 幫忙他們馬里光的農戶 把他們整合起來 他們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我記得賣了一千多盒 到了二零一年去年的時候 賣了將近快兩千盒上漲 而且他們也提 他們不只產量往上賣的那個 那個品項越來越多以外 他們也做加工 他們的比方他們是賣水蜜桃 他們也開始做加工 像果醬啦 醋啦 之類的 他們開始做副產品的一些做加工 所以我們透過DOC的部分 我們可以辦一些活動 讓喜歡五月桃的朋友 他們可以上來看 然後他們也可以透過一些 我們的記錄 他們也可以認識 可以跟當地的人有所連結 不只是貨物的那種買賣而已 而是可以有那個就是說在 他們可以更認識部落的人 更正確認識部落 我可以這樣講就是說 但他們知道說 不要只是一個刻板 像說我們都是在搞破壞的 我們也是很認真地在保護我們的土地 我們怎麼樣去管理 那後來我們怎麼轉型 念書是那個啦 興趣 但是做演作是興趣 那做農也是興趣 那就是再來就是管部落人的閒事 也是一種興趣 不過就是很多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沒有進你的介入 跟你的參與 他這個部落可能因為你沒有人在幫忙 他們很難去發展 這是很現實的 規劃清楚了 然後都腳步踏穩的 我們再往下走 走下一步 那我覺得會比較好 其實你看我們知道 我們原住民讀書是有補助的 可是家長要負擔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生活費 實在這裡沒有學校 這裡就國小 那你國中 高中以後 你國中基本上都要到外面念書 很多家長要去負擔生活費 還要負擔什麼 孩子的交通跟那個什麼住宿 或租房子的錢 很可觀耶 其實我最終的目的就是 還是回到孩子的身上 我今天他父母親有穩定的收入 他孩子能不能有機會念書 這就是我的目的 這就是我服務部落最終的目的 因為我覺得家長 如果有他穩定的經濟的收入跟來源 他的農作物能夠賣得好 那自然他孩子有機會念書 這是很現實的 這樣子的那個廊土 其實現在有更多人投入 那我們當然期待就是說 Doc這是一個點 在部落裡面有一些公共部門的資源 它是可以帶來一個正面的效果 而不是說這個資源如果沒了就沒有了 那希望這個是一個好的開始 讓部落的一些對於資源的運用上面有一些改觀 那他們也可以更知道說很多資源不是只有個人獨享 而是需要大家共同 共享之外要共同去負責任的 那這也是讓部落重新再放棄那個大家共贏的那種想法 但是這個是需要有一些時間的去努力啦 不然的話我們可能每個部落的那種發展都不太一樣 對那不一定每個部落都會像司馬庫斯 就有那種共贏的這樣子的那個想法 但是如果從這個點開始讓大家有一些改變的話 那這個對部落的一些價值觀也會有一些的挑戰跟改變 早春的二月是山陰盛開的季節 但是堅持後山盛開的是桃花 桃花凋竊後結的是五月桃 是部落居民主要的經濟來源 山裡的故事離我們非常遠 但只要有網路就能讓彼此的心更靠近 部落在雲端在網路上建立部落格建置網購平臺販售商品 部落可以直接跟消費者接觸 並且提供售後的服務 有了網路部落才走得出去 別人才看得到你 這是現在網路世代的遊戲規則 但是還是有許多的原鄉電腦設備不足 無法申請寬頻網路 偏鄉如何落實的數位公民權 讓需要電腦以及網路的人 可以享有應有的權利 成了政府相關部門重要的課題 而三一一是日本福島核災滿週年的日子 但是許多人或許都不知道 蘭嶼達悟族人已經跟核廢料抗爭了三十年了 一九八二年政府再沒有經過 蘭嶼達悟族人的同意 就把第一批的核廢料送進蘭嶼儲存 達悟族人被迫跟核廢料共生存 一九八七年有六位達悟族的新年 在蘭嶼機場抗議中華民國政府 將核能產生的有毒垃圾 放置到蘭嶼 開始了蘭嶼達悟族人三十年的反核運動 一直到現在還持續的在抗爭 這是一個正在發生的危機事件 就在離我們都不遠的蘭嶼島上 都不遠的蘭嶼於十年 我們在這裏會議到蘭嶼的 你都不惶不得了 發生的想法 你都不想選擇 每個人都不想選擇 我都不想選擇 你都不想選擇 你都不想選擇 去年的三月十一日 日本福島核災的畫面 還在許多觀眾心中揮不去 也忘不了 一九八二年 第一批放射性核廢料 運進港口的畫面 對於蘭嶼達悟族人來說 是三十年來做不完的噩夢 沒有了 五十年去年 三十年 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 四十年 八十年 一年 五十年 五十年 打窩的土地其實已經侵然蔓延了很多的死亡 不是外洩在來影 對我們來說不是新聞 但對台灣島的你們來說 它是新聞 因為更多的人從來不會去關注一個小島的命運 這是我們冒著雨 頂著冷風來告訴你們的事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 飄著細雨的凱道上 蘭嶼達窩族人頂著十四度的低溫 頭上綁著這三十年來無變的訴求 但是依然等不到政府的回憶 我們今天來抗議不是為了我們這一次的輻射線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要為我們下一代的幸福 我要為我們下一代的島嶼能夠在這個地球上不要被消失 這個島嶼已經是好幾億年的時間了 人類可以滅亡是沒有錯 不過這個島嶼是達窩人的島嶼 這個島嶼不能因為核能肺料這樣子就消失了 我們要問這個核能肺料是誰放的啊 是哪一個政府放的啊 請那個政府來跟我們說明 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系數蘭嶼達窩族人反核抗爭的次數 已經足以拍成一部歷史影片 但是這個歷史並不是過去式 而是正在進行式 一九八二年核一場第一批核廢料一萬零八桶 運至蘭嶼龍門港 儲存至一九八零年興建完工 位於蘭嶼龍門地區的國家放射性肺料第一儲存場 只是什麼是核廢料 黃色罐頭裡裝著的究竟又是什麼 對於當時居住在蘭嶼島上的居民來說 是個謎 但是隨著年輕一輩的達窩青年 逐漸對核廢料了解之後 才知道罐頭裡裝的是一顆顆 不定時炸彈 我愛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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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號 蘭嶼黨務主任因為不滿台電於核廢料儲存場 增建六座儲存壕溝 蘭嶼和台北兩地展開 反核廢驅逐惡靈的抗議行動 你現在告訴我們 你的六個號碼是建還是不建 只有這一句話 我們好處去跟我們的百姓講 你不要跟我談你的郭東那套東西 你不要聽他的東西 蘭嶼的這些核廢料 我們的政策也清楚 就是在公元2002年以前 請不要給他這一個測出 而我們蘭嶼一個美麗之道 請問這個廢料是蘭嶼所製造的嗎 是 是水製造的 是 我們有沒有享受到這個核電廠的電 有沒有 沒有 那其所不一物事的人 是你撐水扁自己要吞下去 對 你是希望你要吞下去 達吾主任希望經濟部長 給他們一個明確的答覆 簽訂一個簽場的進度表 但是等了半天 只收到林毅夫的一封傳真信函 當場引起達吾主任強烈的不滿 一度要衝進辦公室 通圈的電廠的不滿 一度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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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的不滿 愛哭 這是不是 美國有抗争 美國有不同 蘭嶼儲存廠核廢料儲存已經打到飽和 藉由九萬七千多桶的核廢料 但是臺電仍然打算將核廢料運送 至蘭嶼儲存廠 但是達悟族人緊急動員 包圍港口將有運送核廢料的船隻 阻擋在小蘭嶼的海域 原船返回臺灣 從此核廢料再也沒有運進蘭嶼 但是達悟族人返核的行動 並沒有因此結束 因為蘭嶼島上的居民 更關心的是將近十萬桶的核廢料 何時能夠遷移 臺東蘭嶼核廢料儲存廠 經傳外圍有人工核種 孤六時及色役三七 雖然原能會表示低於法定標準值 但學者研究發現的確有輻射值外線 蘭嶼仁他犯了什麼罪 他做錯了什麼 你們知道蘭嶼仁病了嗎 台電利用福利政策來綁架我們 我發現自成為的小朋友 你受到火的 我們是三萬 我想从照片里头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过去以来这三十几年来 减诊作业里头 嚎勾的情况 这是非常害人的 让人精心害怕的 那身为一个母亲 我为什么一再的呼吁 我们的健康 可能遭受严重的威胁 我常常看着这些照片 我不禁要问 请问一下 这三十几年来 甚至从去年开始 蓝宇人不断的在呐喊 我们喊的是救命 你可以看到照片 如果看到这样的照片 你不喊救命吗 留在我家门口的时候 打雾主人时时代代 要灭亡的 所以你提到说 我们的回馈金提高 对不起 你可不可以把 你刚刚讲的那句话 讲给马英九先生 我们只要求一件事 请你牵出蓝宇 三十年后的二月二十日 天空依然下着云 达沃族人不畏 被十六度的低温穿上传统盔甲 拿着反核标语走向蓝宇 组存场 要求组存场立即牵场 土地不续足 并且提出要中华民国政府 与蓝宇达沃族人重新谈判的三大诉求 不过三十年过去了 政府仍然没有提出让族人满意的答复 我爱蓝宇 何事不在 何事不在 我爱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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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衰掉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确实有没有 莫名原因产生病病 然后身体带有脑有的孩子 你们忍试你们的后代被毒害吧 那今天 他们就站站出来 我们这边 我们都是在地关心这个岛屿民族的人 我们要表白是不是安全 105年还是103年 你是不是要请牵着 没有的话 你就乖乖地在这边听我们的诉求 自从难以存产 在民国七十一年启用 把这个坚持的结果 都是符合法规的要求 而且远避于法规的这个限制 这是安全的过程 那第二个牵场的部分 这也是在有一个宣诊条例 过去几年来 我们按照选址条例 再进行选址 目前已经选到两个潜在场子 但是按照选址条例的这个规定 我们还要经过公投的这个程序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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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进来 这人在欺骗我 他一定还在欺骗我 我还能说什么呢 无言的抗议 unbelievable 是一个小客子 没有大海乃云 没有大海乃云 我们也 weit在 manque 儿子 有大海乃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玉達五族人在輻射外洩的威脅環境中 力求生存 也需要你我持續的關注 感謝你的收看 祝大家一切平安 今次的節目 下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